你 你干嘛 まだ你一人想到 像是吧 我一人想到以前在城市中以外 我看起来 我靠天窗戴 因为我最后我没见过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我心肯定有用 我看起来 我管得起来 你誇章 我介绍你 你才不会整理 明轩 明轩 我说你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 刚刚我和程阳喝完的酒 回到家里 我突然间好想你 就想过来看你 你和程阳喝酒居然不带着 男人喝酒为什么要带你啊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没说 你说 你是一个大男子 我大男子主义 我很尊重女性 是吗 那为什么刚刚说我酒说 是你们男人喝酒 女生就不可以喝酒吗 而且酒是专购男生了吗 明天我就去找程阳 你只能跟我一个男人喝酒 大男子主义 家 控制一枪 你这样一点都不可爱 在家口试心碑 你对不起 有点之吴 因为我记录了 你不过去 你没事吧 因为你很少吃了 我是你不太喜欢了 一顿同学 一顿同学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说 你刚刚跟陈阳说什么了 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反正从你回来以后啊 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是好事 那这么说的话 我是你的福星喽 那不只是我的福星 你对于我的生活 还有工作 你永远是我的动物 我说现在的上海天气还有点凉啊 冷吗 挺着 挺着 这儿会不会觉得很温暖 那我们就不回家了 在这里一直抱着你好不好 不回家不是更冷了 我抱着你就不冷了 还是有点冷的 你说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 你说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 现在还是变成你送我回来了 送你回家刚好 酒也先完 来 姐夫 姐 我今天好冷啊 这种天气 我刚才路口还看到小情侣在那边 轻轻抱抱 今天这有毛病吧 说明啊 我说你怎么穿这么点儿就出来了 我去买吃的 你不要节食吗 我饿得都睡不着了 姐 你平时不是老拉着我陪你吃夜宵 怎么今天提醒我节食了 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 你们继续 我先走了 我说你是不是讨打 姐夫 其实您下次不用送他 他也能安全回来 为什么呀 这也是什么意思啊 我胖 你不胖你瘦了很多了 你不胖你 行了 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辛苦什么 拜拜 拜拜 晚安 贱夫慢走啊 拜拜 走啊 回家 你看看看看 我怎么说错话了 你家亲爱子怎么都不送你商去 看一下 你和姐夫竞争很快嘛 我是不是都可准备包红包啊 我还没问你呢 什么时候改口的 哎呀这个不重要 我是担心 你以后被别人欺负 欺负我 谁欺负我啊 不知道啊 但是我知道 咱们家和唐总家的家事差距真的很大 怕你家我就收起 闭嘴 现在八字还没一瓶呢 哎呀我认真的啊 你看 你和唐总真的这么恩爱 谈婚论嫁是迟早的事吗 哎我说你不是饿了吗 吃 吃东西吧啊 这都给你 哎 对不起啊 为什么要道歉啊 我刚刚有一些冲动 说的话 可能会对你 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嗯 夏总监 太为难你了 他自己也没讨到好 应该不算吧 但你明天又没有打算嫁给我 什么 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 明天是个好日子 万里无远 这样 再过三天周六呢 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 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的 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 下个月的这个时候 咱们来去办我们的婚礼 我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婚礼你应该喜欢中式吧 我也喜欢 对了 对了 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啊 一个月的时间 会不会太仓促了 你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 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 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 你在骗我是不是 你就知道欺负我 我走了 来 我道歉还不行吗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现在就回法国 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回去 我不要夹在你和夏总监 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 要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我跟你说你 你别来这一套 好 我刚跟你说的话都要认一认的 我会在这里 就知道你 这是公司影响 我好万一被别人看到了 看到了又怎么样了 我怎么这么大的 走吧 带你去吃个饭 看你怎么表现吧 看我怎么表现 你都不想嫁给我 吃什么饭啊 我不饿了 你都那么胖了还吃药 我哪里胖 俩最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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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这一家 坐 吃饭 吃饭